再來看看哪一些症狀呢 他還是丟臉硬要裝年輕 我跟我老公很愛看那個YouTube 我覺得看YouTuber最近在 在玩什麼 在講什麼 我就覺得是一種 不是 我覺得他們講的都是 我根本沒聽過的 像海王前一真的很紅 也不過才講了一個月之後 而且妳的用法 一定跟他們的用法會不一樣啊 我們講出來就是落伍啊 他就 對 我覺得Gucci follow小孩的偶像 因為永遠follow不完 還不如follow小孩的朋友 就是要打入小孩的朋友圈 然後你不要讓他覺得 你好像是一個媽媽跟大人 像我每次碰到 再怎麼小小朋友 我就馬上化身成他們其中一群 然後很快的我就打成一片 然後誰誰誰的名字 我通通都知道 所以妳怎麼樣 很快的打進一片呢 不知道 可能我從小就是孩子王 然後我又很會講故事 我覺得講故事這一招 不管對什麼年紀的小朋友 都很有用 小朋友你就講小baby的故事 然後大那種十五歲 十四歲的 你就講鬼故事 他們超害怕 我就是那種誇張表情的阿姨 所以各個小朋友 都喜歡跟我講話 因為小孩就喜歡浮誇 對 就喜歡浮誇 像我就說 我就是這樣 那種小朋友就會一直吸引過來 然後上次去泡湯的時候 在一個飯店嘛 然後泡湯的時候 那邊旁邊就有一個小男孩子 過來要跟我泡 我想說的話 那應該不是吧 看起來是他自己在那邊 一直跟我聊天 聊到最後他是 原來 幹嘛 這麼大吉利啊 不敢了 吳欣妖 好了 妳不要跟我講了 不要講太多了 可以了 好 對 所以其實跟上孩子的腳步 也是爸爸媽媽要努力的一部分 用他們的語言 好 再來看什麼症狀呢 擔心孩子基因出問題 什麼 擔心哪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現場四位 因為像我跟立妃一樣 都是三十九歲懷孕 四十歲生 其實我們就已經會擔心 糖氏症 糖寶寶等等 所以那種 基本上那種 三十幾歲會 媽媽會做的檢查 我們是一定會做 然後你任何一個關卡 醫生只要提供你 比這個更高的所有項目 因為每個項目都是一項一項 因為其實我那個時候 懷孕的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沒有去做功課 然後是到了 就是要去做產檢的時候 那婦產科醫生說 你高齡耶 你要不要這個套餐做 這個什麼都做 然後我就說好都做 可是做完之後 你也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當你在等報告的那一段時間 就開始緊張了 你知道自己下 自己就會擔心 然後你就會去查 比如說四十歲以上 生出糖寶寶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就是比硬生生 比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更多 我還更辛苦是 我是兩胎 所以像試管我也是 不是 像那個扎針 我也是要扎兩次養水 養膜穿次 要穿兩次 就兩個寶寶 對 然後所有的檢查 都是付兩倍的費用 所以我先生每次 跟我去產檢的時候 哇 怎麼 突然覺得 我飆的汗 比旁邊的爸爸飆的汗還要多 就是你要付出的時間 跟心力 跟擔心都更多 因為這個是雙倍的 不要想太多 不管是基因上面 其實各項活動 你也眼睛都是盯著看的 Oh my God 我跟你講 我擔心的是他那種 小孩出意外的那種事情 因為有太多社會的 社會上的案件你知道嗎 小孩就什麼溺水啦 被綁架啦 當街就被什麼 其實那都是父母親的問題 我們是盯著他看 但也許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或者有些媽媽沒有注意到 那我以前訓練我女兒 有一個方法 那你可以 試試看 現在還年紀那麼小 因為他總會跟他的同學們 一起玩 對 玩到有的時候 總會有錯位讓你看不到的時候 對 我跟我女兒的交代 你不管你怎麼玩 就是去百貨公司去哪裡 他一定會 我要這個 他就衝進去了 對 好 你要玩 你要去可以 你要讓我看得到你 在我的視線範圍之內 如果沒有 第二個 我的第二個方法是 雖然他很生氣地懷著 爸爸你為什麼這樣吹 對 後來他們 太刁了一根東西回來 然後也 刁了一根主頭是不是 對 然後後來我那間朋友也開玩笑 就吹吹他動不動就回來 動不動就回來 我就跟他說你們不要打 所以一樣 這樣就最後沒笑 最後就不回來了 這樣的方式 至少讓你的小朋友知道 爸爸在找你了 對 對 我有好幾次都跟他說 因為如果今天在人多人群裡面 你再把婚女跑前面好了 換人就一抱著就走了 對啊 一抱著走 你不能 在反應過來已經來不及了 但我有一次我也是盯著看喔 然後我小孩就才不到兩歲 他自己就突然一跑到電梯裡面 電梯門真的要關 然後就是按那個鈕 那個鈕就不開你知道嗎 然後我跟我另一半 我們又被那娃娃車擋住 又不能及時手去卡那個門 他就給我從二十幾層樓 這樣坐電梯 哇 嚇死我 趕快衝到對面電梯 然後在電梯裡 為什麼你直接從旁邊樓梯爬 你爬不動 這二個 往下爬還爬得動好不好 好 發兩車 對不起 女兒你先上去 待會兒自己下來 重點是進電梯 你不知道他會在哪一樓跑出去 對 你知道我真的心急如焚 我心想跳得超快 然後在另外一個電梯裡面 然後因為有那個監視鏡頭 來那邊揮手 想要讓那個館裡面 看到說我這邊有狀況你知道嗎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然後好不容易二十幾 二十幾層樓坐到六樓的時候 門一開 我小孩就在對面 對 傻乎乎的 然後那個門也是開的 對 然後剛好有一個鄰居 就這樣子按的門就說 叫他趕快出來 對 就一閃那幾秒 真的是很關鍵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這個擔心是真的會 必須要的 再來看 最後一個擔憂的症狀就是 怕等不到孩子 被解我了 我覺得最擔心的應該就是 潘老師 真的會 我後來想想 這些老來得慈的這些 我們圈內也還不少人 對 但是我後來想想 你看我老爸今年九十三歲 她還是很OK 對 對 她還是很OK 那如果就算是我女兒四十歲的話 我八九十歲 我基本上我覺得應該還很OK 所以你期許自己要ㄍㄧㄥ到九十 對 所以我為什麼 九十歲 等一下 換我了 換我了 你的速度要調整喔 畢竟九十 轉數會變比較滿 我要是真的九十還這樣 那真不得了 不得了 我現在六十我都可以這樣的話 所以其實我在想說 我一定要讓自己的身體 在一個飽和之內 而且我一定要維持住 不維持真的不行 所以真的內心是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會去想擔心這個問題 就是怕沒有辦法牽著她的手 我是一個比較細膩的爸爸 所以我幾乎參與到她 每一個過程 包括她第一口開口叫 爸爸的那一剎那 都是我剛好之間參與到的 可是你擔心 你想要牽著她的手走紅毯之後 你也會想參與她生孩子的那一刻 當然是希望這樣子 那你要秤到一百喔 他可以啦 是不是 但我不曉得了 了不起她早點結婚嘛 就是這樣子 醫療這麼發達 然後再來你自己也維持得很好 所以這一定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次會讓我覺得比較 會遺憾一點 會唯一能夠讓我比較擔心的是 真的 我沒有辦法牽著她 去 走紅毀啦 可以 妳剛才講我要哭了啦 你依然要猜她告別式 年紀 年紀上面真的是 但是在這個時候 你才會想說 是不是早一點會怎麼樣 可是說真的 如果有那一天 帶著她一起去 那個感覺那個 真的 我都很難想像 潘老師我覺得你會哭得很慘 肯定啦 我覺得肯定 因為很捨不得 是不是 你心裡要發給我們耶 我們那個 對不對 結果阿姨 阿姨沒有成功 竟然會不上 妹妹 發給你們的阿姨去的人已來了 就是一定要出席的 精靈活兒啊 潘老師 恭喜啊 太可愛了 我是還沒有擔心到那麼遠啦 畢竟因為你才四十幾生啊 對 但是我就是這一陣子 就帶我小孩去樓下公園 這樣子玩啊 然後有時候有一些那種 比他比我女兒大一點的 那種什麼小哥哥這樣子 會跟他一起玩 然後就自己玩完玩嘛 就旁邊坐著這樣子看 然後那個 我就聽到那個小弟就說什麼 跟我女兒講說 那個 你去跟你爺爺講啊 爺爺 爺爺 說你嗎 第一次我講說 我聽錯是不是 你知道嗎 我回頭看一看 奇怪了 沒有別人 就我一個人啊 後來又聽到 我就說 那那個 那你爺爺可以跟你一起去啊 原來爸爸也會計較這個 因為也都是媽媽會 很在意就是跟小朋友 或其他的媽媽出去 讓自己的小朋友覺得說 媽媽看起來很老這樣子 對 可能爸爸也會 會啊 上一月 誰與你也是 牽小朋友人家說 你阿公來啊 真的會這樣 接下來來我們節目 我們再幫你記錄一下 就會有一些 對小孩子的心理化 對 還有想要送他 什麼樣的一份禮物 好不好 我們今天在這個節目 來呈現一下 好 Dear Freya 自從生了你之後 從來 除了怕壁虎 從來天不怕地不怕的我 開始有很多的擔心和害怕 媽媽怕妳生病 然後怕妳不開心 媽媽加油 然後怕不能給妳最好的 怕妳出現各種的問題 然後大大小小的吃 都會無限地擔心 但未來妳成長的過程 有太多拖起來的問題 和人生的挑戰 那爸爸和媽媽 也不能一直陪妳到老 以後 謝謝 然後以後也無法 時時刻刻在妳身邊 所以媽媽想送妳這個 獨角獸的耳環 希望妳像獨角獸一樣 擁有一顆童心 而媽媽的 媽媽也把獨角獸 刺在手上 就像妳無時無刻 都在我的身邊 當妳擔心害怕 不知道要怎麼辦的時候 妳就抓緊這個獨角獸 媽媽手上獨角獸的刺青 就可以感應到 然後傳遞力量給妳 讓妳有勇氣面對這個世界 然後謝謝妳來當我們的女兒 我們會永遠愛妳 媽媽 對 因為為什麼會 會送我女兒獨角獸的耳環 是因為她很喜歡獨角獸 然後因為我女兒很喜歡獨角獸 所以我在我的手上 也刺了一個獨角獸 對 好可愛 因為我是一直很想要有刺青 但是因為之前是演員嘛 所以其實盡量不要有刺青 可是因為有了她之後 我就沒有拍戲了 然後她很喜歡獨角獸 我想說那我就刺 我原生的第一個刺青 就送給她 就希望就是 她永遠都在我的身邊這樣 對 好水喔 這真的不行啦 對啊 這太好哭了 我們當媽媽的這種拍 真的很不行耶 因為那種父母的愛 全天下的父母 那個愛是一樣濃烈的 而且我還 而且我還覺得說 我一天應該不會哭 可是看妳要比賽很久 我跟你講我每次要寫信給小孩 我都 才親愛的小 才小孩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哭了 根本就沒辦法寫完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